我们知道,不管是当时的苏联,还是现在的俄罗斯,他们的军队可都不是好惹的主。 只要对手敢对他们做出货机的行为举动,他们不会好言相劝,而是直接用行动和实力说话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,在黑海海域,苏联和美国的舰艇,就出现了相撞的事件。 苏联海军的克里瓦克行王5号和米尔卡吉,SK86号与美海军的提康德罗加吉约科成号以及斯普鲁伦斯及卡伦号相撞。 无奈,美两艘舰艇主动退出黑海海域,当时苏联海军的舰艇并没有美海军的发达,但是既然打不过,既然美军闯进来了,那就与时俱分,谁也别好过。 这样的玩命精神,让美军根本不敢奉陪。 几年后,苏联因为经济垮台,陷入解体。 当时的美国认为,已经解体了的苏联没什么可怕的了,分离出来的俄罗斯更是不放在眼里。 他们认为,失去了苏联的庇护,俄罗斯海军根本奈何不了他们,他们可以随意派潜艇进出俄罗斯海域了。 但是很快,他们为自己天真的想法,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上个世纪90年代末,俄罗斯海军的一艘信号,为K130号核潜艇,在俄罗斯海域进行巡航。 那时,俄罗斯的核潜艇水平,就已经很发达了,但是美国却自以为是,认为俄罗斯海军不管是航母还是核潜艇都比不上他们,刚好在周围海域的美国潜艇,追踪到了俄罗斯潜艇的信号。 他们决定调侃一下,这个已经深入了的对手,在找到K130号潜艇之后,美国潜艇也不选择攻击,也没有走在前面,而是静悄悄的跟在俄罗斯潜艇的后面。 但是此时的俄罗斯潜艇已经发现了尾巴了,此封潜艇的舰长并非别人,而是俄罗斯出了名的硬汉索拉涅夫。 他和前苏联人一样,肚子里受不了气,只要有挑衅,他绝对会迎头而上。 在尝试多次甩掉这个令人讨厌的尾巴失败以后,他决定不再逃避,直接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。 K130号核潜艇拥有8000多的排水量对,而跟踪他们的美国潜艇不过只有6000多的排水量对,面对这样是裸裸的挑衅。 索拉涅夫觉得这是美国在对俄罗斯的面试,必须要打出气势,如果直接发射雨雷或者前射挡弹的话,很有可能会造成国际争端,因为擅自使用武力肯定是不行的。 这时索拉涅夫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他预计给操头手下令,将潜艇掉头,因为如果撞上去完全可以解释为失误,不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船上所有人都猛了,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掉头,意味着什么,在完成掉头后,他下令,朝对面的美潜艇直接撞过去。 而这一次,潜艇上的官兵们都表示赞同,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位老舰长是位遗憾,这是位经验丰富的老舰长,不到万不得已,他是不会心意下的这样的命令的。 这时,美潜艇也发现了异象,他们起初以为俄罗斯潜艇感到害怕,要掉转方向逃跑了,就在他们沉浸在哈哈大笑的喜悦中时,升了冰的一声尖叫,让他们瞬间安静了下来。 升了冰喊道,简单你快看,他们朝我们冲过来了,这时的美国人才换过人来,美国潜艇小家族马力跑的时候,发现已经晚了,只听,一声俱响,两艘潜艇重重的撞在了一起。 而俄罗斯的K-130号和潜艇起初建造是,为了防止海底触礁,采用的双翘体技术,也就是拥有两层厚厚的舰体,而美国潜艇在它的面前显得不堪一击,美潜艇舰体当场就被撞破。 海水迅速涌进潜艇舱内,美舰长赶忙下令上复逃生,尽管这起事故最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 但是,俄罗斯在气势上,完全压倒了美国,撞完后的K-130潜艇就跟没事一样,大摇倒摆地返回基地。 事后,美国只问俄潜艇为何要撞它们时,俄罗斯称,当时他们以为碰到了礁石,所以没放在心上。 美国表示,对这样的解释不能接受,美国也清楚,俄罗斯是故意的,但是找不到任何证据。 只能是这个哑巴亏,经过这次事情以后,美国也不敢再轻易去俄罗斯海域,搞什么秘密跟踪了,因为他们知道,这个对手不好惹,责任编辑。